看一下 那因为这个问题主要是 之前同学问他不会画框线 他还蛮认真的回去真的练习 而且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宴会排桌的一个 这就是他在饭店夜吧 他希望能够帮客人排桌 排几桌 一桌可能12个人吧 但他最后要有一个报表输出 他不会画框线 很厉害 他上完这个课真的是自己有用上 而且把他想怎么去应用 所以你们可能也要个目标 学习有目标会学得比较积极 所以我就帮他想了几个方法 因为要教他怎么画框线 所以我第一个教他怎么画实线 因为目前是没有线 预览电影里面是没有线的 所以第一个画实线怎么画 这边的话 我这边好像刚刚有一行 等于继续这个 所以第一个的话画实线 画出来像这样 其实这个看起来很厉害 实际上城市就一行 这一行而已 那红色的话就是Bordus 这个范围 第三个是 线条有粗有细 所以加粗线条 但这好像还是不好看 所以最后的话我清除框线 最后的话我希望画一个 这边跟这边画两条线 其他画红色实线 像这样 这边画两条线 这边画两条线 那这个地方的话要怎么做 可以把它清除框线 那首先的话这并不困难 总共有五个按钮 那我们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的话一样 切到Visual Basic 第二个的话当然我为了分开 所以你会发现我本来Module 1 我就再按右键插入第二个模组 叫Module 2 如果Module 2如果你没办法分辨的话 你可以Module 点它一下下面有个什么Name 你可以把这个Name加一个底线 我习惯是Module 底线尽量用underline 不要用这个减 这个减有时候会有保留字的问题 underline比较安全 然后也许这边的话 名称叫框线好了 也许这个部分我是都写框线 所以underline之后的话 在这边打一个框线 Enter它就可以了 把这地方输入一个框 Enter 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的名称就出现了 这个里面放的都画框线的相关程式 那也就以后模组 当然刚开始只有一个 可是如果你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应用 你可以分成不同的模组 如果没事不要分太多 不要写几个 然后就一个模组 这样也太浪费 管理也不方便 好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要加一个什么 加框线 底线有个实线 这个效果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就这样子 那怎么做 很简单 其实你只要写什么呢 Range 有没有 哪个范围吗 A1到H7 不过这个7我刚刚讲过 我现在是写固定的 你如果不要写固定 你自己改一下就好了 因为这个我想刚刚讲过了 我就不赘述了 电 第一个 所以以后其实蛮多地方都可以无法炮制 那我们要什么框线 所以打一个B 打一个 其实小写也可以 大小写它其实没有区别 Bolders 那它的线条的部分的话 特别重要它后面有几个属性 按下去 框线里面所有设定都在这里 但有一些可能比较少用 其中的话颜色刚好用到 有没有 然后线条 其实你可以参考这边 常用里面这边不是有个框线 其他框线 那其实 最重要的就是几个 第一个 线条的样式 叫Light Style OK 色彩就Color 那这来就是框线哪一条 我想大概就可以画 一般我们画线就这样 OK 所以呢 第一个我框线的样式 那我就是这个样式 这个样式其实就是 那个叫XL Continue 问题如果你拼不出来怎么办 其实教各位一个技巧 很多东西 在VBA里面都不用背 它都会提示 所以尽量利用它的提示叫Light Style 样式 那样式我要实现的话 等于 可是后面的实现我不会 有几个简单的方法 要不就是你去书局买一本那个书 叫什么VBA词典 要不然就是你不要花钱 但是你要记得游标放上面按F1 F1是什么呢 就是Call Help Help就是它微软会提供给你一个电子书啦 不过我跟各位讲 反而旧版是中文的 新版变英文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旧版2010的直接内建不用跳出来 2013跳出来是中文 2016变英文的 可能还没翻译啦 我觉得它这个 但是你目前可能再过一段时间 可以觉得中文的 这不然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切换吗 那关键就是说 那个Light Style后面的参数 其实都在这里 它这边有个超连结 点它一下 关键的地方就是 它会提示跟你讲 如果你今天是要一个连续线 那就是这一个 如果你要虚线 就是这一个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你可以 跟什么地方比对呢 跟刚刚这边有一个其他框线 里面的样式 反正这边的样式 就是那些啦 至于哪一些 我想你没有人全部都用上 大概常用的就那一些嘛 那如果你是连续线 就XL Continue 所以我们其实很简单 直接把这个XL Continue 怎么样 复制 然后呢 直接呢 这个可以关掉了 直接就贴到我们的VBA的等号后面 就搞定了 但以后如果你要其他的 你就用别的 特别是哦 VBA很多地方都可以查得到答案哦 也不是说我自己去想到的怎么写 其实很多都是用查的 那我就可以把实线部分做出来了 再来的话如果我要红色线 刚刚讲过 boulders.color 所以这个当然你 因为我觉得range 比sales更方便的地方是 它有刮弧还是会有提示 可是sales没有 那你就打一个boulders 点什么呢 点color color 那如果红色线的话 等于什么呢 我想过嘛 color一定要想到 rgb 钱瓜糊 所以以后我直觉的 反正color就是rgb就对了 然后255 豆点0 豆点0 就红色 ok 那这样的话我做出来 就会是红色线 再来的话我希望怎么样 除了红色线之外 能够变粗体的粗线条的 当然还有其他的啦 就是说那个粗细的部分 你要怎么去调整 它这个属性叫位置 点什么呢 其实我本来不知道啦 不过我后来发现 这里面粗细好像最可能的就这个 位置不是体重吗 是不是还有线条 线条的部分就是它的粗细啦 好啊但是后面等于什么 我不知道 也是一样 很简单喔 所以以后 你不知道的没有关系 f1 答案就出来了 那目前是英文的 不然你用google翻译一下 我觉得它 里面有一些好像也类似 现在怎么又变中文的吗 是不是眼睛花了 然后英文现在变中文 奇怪它这个 好啊不过关键的地方 欸这有投稿人欸 欸是不是说有人要帮它翻译 它才会变成 不知道喔 反正你们知道 那不过关键的地方 就是也是一样 一个超连结 有没有 欸所以有不要放上它变英文的 所以它翻译完之后 所以是不是你们以后有没有 善心人士把这边都翻译一下 那关键是这个超连结 点下去它会告诉你什么呢 出系的那个参数怎么下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如果我要出的 就这一个 当然还有其他总共四种 那我们把这个复制一下 一样把它关掉 把这个出线条加在这个贴上就可以了 应该没问题啦 所以出线就OK了 红色加粗的 那删掉的话呢我刚刚讲过 你可以直接用什么呢 lifestyle 线条样式 等于 没有 没有的话就xl 清除框线 不过各位有没有 xl 它为什么也是清空 为什么没有错 所以VBA有点人情味喔 写错它还没有关系 没有错 所以它没有变大写啦 OK 有没有 其实除了用这种方式 有没有发现我刚刚清除框线 好像有另外一种写法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印象 我刚刚好像写另外一种 就是 不是用lifestyle 是用点color 我如果要做什么呢 这个 实线 就是我希望在这边画双线 这边画双线 所以基本上呢先把全部 画红色实线 其实再来就针对呢 这一个范围 的上面这一条线 跟这个范围的 右边这一条线 画双线就可以 那双线是xl double 这一条线 那我们其实只要怎么样 只要在程式里面 双线的话呢 第一个先把那个颜色 其实这个x continue 好像这个直接画红色线就可以 这个其实可以拿掉 然后呢再来就是说呢 我如果希望这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A2 到 应该是H2 这边改一下 应该A2到H2 的什么呢 上面这一条线 上面这一条线的叙述是点 一样是boulder 加S 加一个钱瓜糊 关键来了 OK 也就是说呢 如果你希望呢 是针对 这一个范围的 上面那一条线 因为框线我讲 boulder很多条嘛 那你上面那一条线的话呢 你可以找一下H 有一个top 有没有 那有个 那个button left right 还有什么斜线之类的 那我们针对上面这一条线 只有上面这一条线 加个瓜糊 其他全部就是一个boulder 那它的什么呢 点 它的lifestyle 双线 所以 等于呢 就是那个 双线的话 就XL double 所以我 你按F1 里面可以查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那这边这个的话就是 A1到A7 一样呢 它的右边 右边那一条线的叙述的话 就是XL什么呢 H的right 这个 特别说 right 然后呢 一样点lifestyle 然后可以怎么样 等于XL double OK Double 其实还蛮好拼的啦 你就移开 那我们来试一下 基本上 完成之后的话 我希望看到的就是 按下它 我先清空好了 按下 这样子的话呢 它就可以这两条线 变Double线 其他的细部 我想应该这样够了啦 如果这些学会了 以后你报表要输出的时候 画一个基本的框线 我想应该没问题了 也够了吧 还要还要画什么 没有没有说一定要 因为不是把它当Photoshop一样吗 反正就简单的就OK了 基本上呢细节 因为刚刚的程式 云端上也都有 所以基本上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刚刚那个部分的东西 稍微上面找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那个画框线 真的程式没几行 最重要呢 就是学会Range物件 加上它的子物件 叫Bolders 然后里面最常用到的 几个属性 包含就是说Lifestyle Color 颜色 跟一个Wate Wate 就是它的线条的粗细 然后大概就是多一个 我们Bolders 要上面那天要线的话 就在Bolders 前面加个小瓜糊 它会带出你要是 这个范围的哪一条线 那你告诉它那一条线 它就帮你画那一条线 OK 所以 这个我想 尽量回去有时间 如果你工作里面 会用到框线的话 尽量去练习 多多练习我想 应该很快就熟练它了 然后我想你如果每天 你里面要画框线 你就以后一键按下去 自动完成 其实很多地方 就可以省掉很多的麻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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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